老板仅用一副扑克就决定了所有员工的命运 只见他简单洗牌后手法娴熟地将牌摊开 然后所有的员工每人上前抽一张 牌面最小的四个人将失去这份工作 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滑稽但又不是公平 因为公司效益不好他只能出此下策 凯瑞神情紧张地低头查看 没想到却手气不佳地抽到了一张小三 这就意味着 一个月后他将彻底告别这份干了15年的工作 人生总是如此充满着戏剧和无常 昨天凯瑞还省省省的无珠妻子的眼睛 来到沙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一台全新的彩色电视机还带遥控器 虽然都是前沿科技 但妻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家里的书架和沙发的贷款还没有还清 这又多了一个电视 凯瑞安慰妻子不用担心 先享受当下钱的事情以后慢慢还 虽然现在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但夫妻两人都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信心 彩色电视就像是凯瑞的充电器 次日一早她不仅难得地帮忙扔垃圾 还颇天荒地包揽了遛狗的任务 而安娜则在屋内边打扫卫生边看电视 她本想能像丈夫一样给自己充充电 没想到电视里播放的全都是各种灾难 不是哪里有飞机事实 就是哪里有飓风造成了几百人的丧命 安娜不禁感慨真是天佑不测风云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小家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虽然安娜是一家高档餐厅的领班 然而这家餐厅员工的问题总是比客人还要多 所以安娜除了照顾好客人之外 还要处理有关员工的一大堆事情 这天嗜酒的大厨又耍起了酒疯 看着她手里那名黄黄的刀子没人敢上前 作为门童的小胖试图抢下她手里的刀 不料刚一出手就被划伤了 安娜见状快不做上去 只听啪啪的两个大嘴巴子 不仅拿下了大厨手里的刀和酒瓶 就连她的脑子也直接清醒了大半 安娜给小胖包扎的时候发现 伤口很深必须立刻到医院去缝针 小胖很不放心 万一大厨再发酒疯怎么办 安娜安慰她说没事还有我们的大壮 看着大壮穿着自己的衣裳是那样的显胖 小胖的心里那是一百个不放心啊 好在一直到下班店里都安然无恙 自从进入这家餐厅工作以来 安娜一直都兢兢业业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 然后搭乘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 这趟车的司机正是丈夫凯瑞 她总是娇羞地站在丈夫的身后 用最温暖的陪伴化解两人一天的疲惫 等到终点站后 两人在一起开车回家 这种简单又幸福的生活 他们持续了十多年 直到最近凯瑞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反常 电影才看了一半 她就满腹牢骚地冲到前台要求推票 理由是看的喜剧片自己一次都没笑 前台感觉一脸的莫名其妙 我好心地免费把你放进去的你退什么票 安娜很不理解丈夫的行为 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对你妹妹发脾气呢 我不对她发脾气难道对你发脾气吗 一句话温暖的安娜无言以对 直到两人来到餐厅面对面的座下 凯瑞这才坦白了自己失去工作的事情 也就是她贷款买彩色电视的第二天 她刚到公司就不幸地抽到了一张小三 那三好像还在不断提醒她 你家里还有书架沙发电视这三样东西的贷款物 原来现在的人们外出不是开车 就是几地铁 没有多少人在选择乘坐公交 公司的效益一直下降 所以老板才不得不裁员 一个月前抽到的牌今天是最后一天 安娜温柔地安慰她说没关系 可以去申请事业不住金的 然而生性高贵的凯瑞却不愿低头 领事业金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次日一早 她便早早地精心打扮了一番 安娜认为能找个工作就不错了 然而她却说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 我肯定要或比三家挑一个最好的 然而她所不知道的是 招人的公司也是这么想的 当晚一直到深夜 安娜突然被普通一声巨像惊醒 起身后发现丈夫就趴在了门口 从她会身上下的酒气可以判断 她的熟人没用上工作肯定也没找到 就连一旁的狗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次日看着眼前的彩色电视 在新买的沙发上塌如坐针毡 安娜本以为丈夫不工作也没事 自己也可以扛起半边天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乌漏偏逢连夜雨 刚来到餐厅就进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几人只是到办公室跟老板简单聊了一会 等送走他们的时候 老板一脸的落寞 原来银行把老板的贷款改成了应收账款 要求她立刻偿还所有的资金 老板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没多久就有人带钱过来收购餐厅 报价正好是她欠银行的本系总和 本以为这数字只是巧合 直到银行的经理成为了新餐厅的老板 她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并且新老板会带自己团队过来 不要这里的任何一个老员工 就这样不仅她失去了经营38年的餐厅 餐厅里所有的员工也都失业了 最后一天老板专门请来了合唱团 答谢了这么多年来每个支持餐厅的老顾客 伴随着歌声 大家一脸落寞地结束了最后的工作 等把老板送上车之后 安娜带领同事们一起喝了个散伙酒 为这么多年共同工作的时光画上了句号 直到快天亮 凯瑞才发现妻子一直都没到床上睡觉 原来不知道咋办的她 一直睡不着只好躲在客厅充闷烟 凯瑞打算去给她冲一杯咖啡 结果端过来的时候发现 她已经躺在沙发上没了动机 摸了摸脖子还好脉搏还正常 次日一早安娜便开始了寻找新的工作 老板表示这里不缺领班 因为我们的饭店从来都不需要领班 安娜说我做过服务员干过厨师 样样都精通之后才做到了领班 就算是做个普通的服务员也可以 然而老板却告诉她 你的年龄太大了 而且抽烟的习惯不好 我们这的服务员年轻漂亮 自律自强 能让顾客们上新岳母时常光顾 这才是我们餐厅的核心竞争力 工作经验在我们这里一文不值 离开时安娜回头看了一眼这里的服务员 才发现自己的青春确实已经不在了 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在无限焦虑中 安娜开始尝试着一家店又一家店的碰运气 她不再管对方的规模还是餐厅的类型 然而一直到晚上她还是没能找到工作 看着熟悉的公交不再为自己而停 她感觉眼前一片漆黑心中满是失落 好在还有丈夫凯瑞的陪伴 共同事业的两人一起来到了人力资源部 想从这里寻找一丝渺茫的希望 然而工作人员只是让他们填一份表格后 就让他们回家等消息 出门后凯瑞让安娜先回家 安娜有点气愤 她认为丈夫又要出去喝酒 但这次凯瑞并没有以酒交仇 而是意识到自己应该担负起丈夫的责任 于是她再次去找老朋友寻求工作机会 等到回家的时候 凯瑞手中拿着一束鲜花 还花重金买了一大包牛肉 原来熟人给介绍了一份驾驶大巴车的工作 虽然路程比较远 但薪水却十分的可观 安娜听到后终于露出了笑容 迷茫的日子终于有了一丝转机 第二天一早凯瑞要前去接收入值钱的体检 只要体检通过她就能如愿任职 安娜贴心地为她整理好衣物 并准备好了一份爱心午餐 带着妻子的爱意与希望 凯瑞驾驶着自己的轿车冲向了未来 丈夫离开后 无聊的安娜开始做起了家务 想到自己还没有工作 今后几天才能跟丈夫见上一面 不由地感到一阵孤单 看到意外去世的儿子的照片时 她终于忍不住伤心地大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刚走没多久的丈夫又回来了 她头也不回地扔掉手中的西装 然后一口气连说了好几个坏消息 因为一只耳朵几乎完全失聪 体检没有通过 甚至就连她多年的职业驾照也被没收了 说完之后整个人直听听地倒在了地上 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瞬间成为了一具没有精神的躯体 本以为生活终于迎来了一丝希望的光亮 但没想到这份光亮仅仅持续了一个晚上 安娜并没有抱怨 而是轻轻地依偎在丈夫身边亲身安慰 然而他们真正苦难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经历过这次打击之后 凯瑞变得一蹶不振一直消沉 整天除了遛狗就是沉迷于报纸上的填字游戏 但好在安娜一直没有放弃 一直在为了工作机会奔波 这天晚上 她在路过一家酒吧时遇见了门童小胖 小胖想邀请安娜进去喝一杯 安娜本想以时间太晚了为又拒绝 接着小胖才说出了实话 原来她是没钱结算救钱了 等安娜走到酒吧才发现 她不仅喝了酒还砸了桌子 原来自从失业后她就没找到工作 本想砸几个酒吧的桌子刺激下门童的市场需求 结果发现除了每次要赔桌子钱 并没有起到其他任何的作用 听着小胖的倾诉 再加上自己一直不顺心的经历 最后安娜索性陪小胖喝了个一醉房秀 深夜看到妻子的这副模样 凯瑞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她小心翼翼地将妻子扶上床 并决定自此以后不再碰酒 然而隔天早上安娜却发现 凯瑞正在撕账单 如果没有这些账单 就不能申请失业不住金 凯瑞解释说 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 绝对不会靠救济活下去 况且都说天无绝人之路 之所以还没有找到出路 是因为我们还没把自己逼上绝路 安娜认为 丈夫肯定是玩甜字游戏用脑过度 如果自己再不找到工作 估计她要疯了 情急之下 她盯上了报纸夹缝中的招聘小广告 通过拨打上边的电话得知 几天后在某处将会有一个招聘活动 为了抢在其他人的前头 她提前一天晚上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准备在开门后第一个冲进去 然而实在忍不住的她 只是打了个盾 醒来就看到 其他人正无路续续地从屋内走出来 很显然她已经错过了最佳机会 等她一脸茫然地进去之后 对方却搞知她领班的工作已经被人应聘了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洗盘子的工作 安娜不假思索地表示自己愿意干 对方遮遮掩掩地在纸上写下雇主的信息后 又把她装进了一个信封 随后表示 需要拿500块来换雇主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原来她就是一个万乐的中介 此时的安娜身上并没有这么多钱 中介却表示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不然就会把这次机会买给别人 安娜连忙赶去银行 一咬牙取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中介倒是没有骗人 给的地址信息都是真的 只是工作的内容有点对不上 原来雇主要的并不只是一个洗碗的员工 而是包括点餐 做餐 出餐 以及收银和打扫卫生 总之就是一个负责整个餐厅运转的全能人 正当安娜以为500块花的超值的时候 却被告知只能给开一个洗碗工的工资 实在需要工作的安娜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只是当她看到颇败不堪且狭小的后处 再想想之前的高档餐厅 她的内心还是忍不住的失落 回到家她就跟丈夫倒起了苦水 自从失业以来 她第一次流下了委屈的眼泪 那简直就不能被称作餐厅 凯瑞关心地问她厨师怎么样 还不错吧 因为我就是 那跑堂的应该还可以吧 是的 因为跑堂的也是我 丈夫没有过多的语言 只是给了她额头一个吻 可即便是在苦难 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 第二天调整好状态的安娜开始上班 她开始了一个人分饰不同角色的工作 在接待客人点餐之后 她先假装通知后出做菜 随后趁着没人注意的空档 偷偷溜进厨房 将自己画山大厨开始亲自备餐 做好后在非常专业的从窗口递出 接着整理好一容装束 再便回服务员的身份给客人上菜 一个人在餐厅内忙地团团转 每天直到半夜临近下班时 才有机会休息一会儿 这晚突然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她头头眉台地点了一小瓶啤酒 原来此人正是之前餐厅的大厨 看到安娜后大厨也直接愣在了院地 她在拿到赔偿金后 外出旅游了一段时间 本打算回来后就好好地找工作 却发现经济大环境不好 工作根本不好找 慢慢地她又变回了酒鬼成了流浪汉 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之后 便急匆匆地离开了酒吧 这晚雇主突然来到了店内 她耳话不说 直接拿光了收银柜中的所有钱 安娜好心地提醒她要留一些 因为明天啤酒商会来收取预留款 然而雇主却态度强硬地表示了自己的权威 难道你是在教我做什么 然而没过几天就有人上门灭了她的威风 这天雇主正在店内悠闲地喝着咖啡 忽然一辆车铭着笛声停在了门口 她敢忙警告安娜 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来过这里 随后便狼狈地从后门逃之遥遥了 车上的人员下车后禁止来到店内 原来他们是税务员雇主一直在非法逃税 并且一直都没有帮安娜缴税 安娜才不管雇主是否违反了法律 她现在只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又将结束了 事后得知一切的凯瑞想帮妻子要回工资 她来到雇主的家 假装自己是一个不好惹的角色 没想到对方更加的不好惹 一会儿的功夫她就被安在地上摩擦了 事后还开车把她扔到了偏远的码头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她为了不让安娜担心 谎称自己找到了一份在码头的工作 需要过几天才能回家 而刚失去工作的安娜正是需要人陪的时候 即使听到丈夫有了工作也开心不起来 更何况她也清楚地认为 丈夫肯定是又出去喝酒欺骗自己而已 没多久凯瑞来到了之前公交公司的员工宿舍 打算在这里先凑合几天 等把伤养好之后再回家见妻子 前老板出于人道主义前来看望她 而凯瑞现在更需要的是肥皂和挂胡刀 以及一卷胶带来沾已经开胶的皮鞋 更重要的是 她希望能尽快收到自己的财源补偿金 这一刻她终于体会到了无能为力的感觉 等到伤口差不多好了之后 她急忙买了一束鲜花回家和妻子道歉 但家中并没有找到妻子的身影 而是工作人员正在搬走她贷款买来的电视与家具 由于还不起分期资金 这些家具都将被抵押出去 凯瑞愣在原地随后在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平静地接受了家中破产的事实 随后她在妹妹家中找到了消失的妻子 两人和好之后 安娜拿着丈夫开交的皮鞋前去缝补 没想到却在这里遇到了门童小胖 原来小胖在这里找了份休闲的工作 由于自己对休闲子一窍不通早晚都会被发现 所以她一直都在谋划其他的打算 既然之前的我们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为何不聚在一起重新开一家新餐厅呢 你可以过来当老板毕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 这个想法固然不错 但创办餐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而此时几个人身上的钱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够 很快小胖又有了新的锦囊妙计 她提议可以去银行贷款 毕竟银行就是搞这些业务的 以时间安娜对未来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认为此时有可能行得通 于是回到家后便仔细罗列了开业需要的详细资金 看着妻子如此的积极 凯瑞内心也十分的高兴 她体贴的帮妻子泡了咖啡 之后更是出门找到了二手车商 地价买出了自己心爱的作家 有了这笔钱之后 安娜便来到银行面见经理 本以为会顺利的得到银行的贷款 没想到银行也是贱人下菜 即使他们有足够的保证金和正式工作小胖的担保 但由于没有额外的不动产或者债券做抵押 最终还是吃到了闭门羹 晚班无奈之下走投无路的夫妻俩决定铤而走险 他们来到赌场准备将剩下的钱用来好赌一把 一旦成功就会有你风翻盘的机会 可一旦失败 他们以后的日子就会靠吃土度过 安娜将所有的资金交给丈夫 祈祷幸运女神能够眷顾他们一次 凯瑞拿着所有的希望金币 将他们全换成了承载着未来梦想的筹码 随后将其全部堆在堵桌上 这一刻所有的成败只在此一举 不久之后凯瑞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 看着趴在桌子上睡着的妻子 她走上前将她轻轻喊醒 面对妻子的询问 凯瑞只是淡淡地回答所有的一切都输光了 安娜已如既往地没有抱怨 这一次他们是真的一无所有了 两个人平静地牵着手离开了这里 因为没钱还房贷 房子马上就要被银行收走了 这一下连最基本的住处也快没有了 然而面对这种劲敌 两人反倒是看开了 既然一切都终将失去 那和不在平静中等待浪潮的清晰 安娜淡然地站在一边 主动帮凯瑞玩起了报纸上的填字游戏 或许这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最好的慰藉 当生活足够倒霉时 人们往往会变得不再抱怨 但日子总归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既然餐饮行业处处碰壁 那就进军其他行业试一试 这天安娜来到一处美容所碰运气 也许是上天再也不忍心折磨这个女人 老板十分痛快地接纳了她 就在两人商议和时开始工作时 店内走进来一位优雅的夫人 安娜一眼便认出 那是自己曾经餐厅的女老板 两人久别重逢 坐在一起聊了很多 自从餐厅被收购以后 没事可做的老板 日子过得很是苦闷 她不想要这种风平浪静的人生 所以当得着安娜想要创建一家餐厅后 她马上就决定为其投资 有些人不会被生活的苦痛摸平棱角 有些人会在逆境中寻求突破的办法 总之人生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在经历了起起落落的打击之后 就会有一往无钱的心态和干劲 有了投资 几个合伙人开始各自忙碌了起来 安娜租到了一家合适的店面 凯瑞和小胖找到了酒鬼大厨 此时的她正颓废地混在一群流浪汉之中 餐厅的开业离不开她高超的厨艺 所以大家把她给强制送到了戒酒中心 另一边餐厅的装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安娜亲自监工将这离不至的焕然一新 几天之后 一个紧紧有条的餐厅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大厨的戒酒行动也成功完成 此时的她像是获得了重生 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与众不同 她找到安娜一起商量合适的菜品 最终不仅定下了丰盛的大鱼大肉的套餐 还有清明的营养工作套餐 因为这家餐厅的附近有很多建筑工人 安娜决定将餐厅定位合适的工薪消费 并以此命名为工作餐厅 看到餐厅的名字被贴在玻璃上 安娜不由得热泪盈眶 她深知这一路有多么的不容易 而这件如梦似幻的事情 如今自己真的做到了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 餐厅马上就可以开张了 开业当天小胖在身上挂着宣传海报 在大街上来回走动为小店做宣传 报纸上也已经提前刊登了广告 安娜与丈夫严肃地站在柜台前 她扫视着整个餐厅 一想到这里即将坐满顾客的场景 那心急紧张又充满了期待 然而此时马上就到了午饭时间 却没有一个客人前来光顾 一对夫妻在门外看到菜单 众人本以为第一单生意就要来了 结果男人却以价格太贵为由 拉着女人离开了 安娜一脸担忧地和女老板倾诉 万一没有客人 那岂不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已经11点半了 门口依然是没有动机 安娜有些沮丧 她来到后厨喝了杯酒 接着对大厨表示 今天应该是没戏了 大厨也只能强称着笑容 尽显安慰 这仅仅是今天 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客人 但是她错了 没多久餐厅就有了客人 就在众人都以为开业失利的时候 门外的菜单吸引了一个男人的眼球 她像导光一样走进了餐厅 也走进了安娜昏暗的内心 紧接着她的朋友也走了进来 安娜亲自上前提供点餐服务 并顺时推荐了餐厅的招牌菜系 后面的大厨终于忙碌了起来 没多久周围的工人 全都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 原来他们的下班时间都比较晚 不一会儿整个餐厅变作无需席 就在这时餐厅的电话突然响起 一个甩胶协会要订30人的晚餐 第一天就能接到如此大的订单 安娜连忙答应了下来 随后强忍着泪水走出餐厅 她依靠着橱窗思绪万千 在风中为自己点上了一根项眼 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 这种苦尽甘来的滋味 并非是喜悦而是庆幸 庆幸自己熬过了生活的打击 庆幸自己经历挫折时没有放弃 庆幸身边有一群支持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随后凯瑞也从餐厅中走了出来 两人依偎在一起抬头看了看天空 阳光终于驱散了头顶的乌云 他们的新生活也即将拉开序幕 这一刻 两人的脸上终于浮现了一丝笑容 浮云事实是由阿基考里斯马基指导 卡蒂奥廷宁和卡里瓦那宁主演 上映于1996年的芬兰喜剧电影 喜剧的内核往往都是悲剧 影片中的主人公全都不会喜心欲色 导演用这种手段 加安娜夫妻的悲喜进行描绘 正是巧妙地从小人物中传达出了其中的价值 最后的圆满结尾并不是落入了俗头 而是以此鼓励那些仍在为生活木爬滚打的人们 正如电影名字一样 这是一部极度还原平淡化生活的影片 其中既没有能引起矛盾的激烈场面 也没有夸张和戏剧性的冲突 只是简单通过一件又一件小事的递进 将主人公的无助感送进了每个观众的内心 真正的崩溃往往只在某个瞬间 表面看似波澜不惊 内心实则早已经翻江倒海 希望往往存在于此故的绝望中 但好在即使面对再大的困苦 安娜和凯瑞都没有放弃彼此 他们苦中作乐 哪怕是一束鲜花 一直默默地陪伴 一字隐瞒的善意谎言 都是在温暖地支撑着彼此 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后 两人终于能够依偎在一起抬头看天 此时他们看到的已经是一片浮云 过往一切都散如云烟 化作头顶的浮云飘散在不严重 现实已是如此 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人生 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痛苦地挣扎 也许你正在挥金如土地潇洒 但不管现在哪一种处境之中 一定要不停地向前走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 只要能够大胆地告别曾经的自己 那么就会发现 以往的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解在风中 都只不过是些转瞬即逝的 浮云罢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